歡迎收看媽媽好神 孩子不聽話 發到心坦裡好難 爸爸就念了他一句說 這個口容很髒耶 你不要摸 小孩子一邊玩說 我長大一定要殺了你們 我會講喔 平時不好意思 我帶他出去處理一下 他有處理來處理 如果真的要用以牙還牙 不要做身體傷害性 哥哥不小心把妹妹 從樓梯上摔下來 摔下去 妳說哥哥妳站好 然後媽媽就摔下去 但是孩子女朋友很幽默 歡迎 處罰孩子分寸要拿捏 發到心坦裡才是王道 今天請到六位好神媽媽 一起探討處罰小孩的技巧 到底什麼才算是有效的處罰 精采內容馬上開始 我們先問一下 有打過小孩的舉手 這幾波說是我們會不會背那個 對啊 我也覺得我們福利請問那個時候 沒有 你沒打過小孩 我都打我自己 可是他打老公 我都打老公 我也有 但是你們是怎麼樣打 怎麼樣教育小孩 講講你們遇到的狀況 Maya妳應該 對 我常常打小孩 很角色對不對 不是很角色 是非常狠 哎呀 不是 因為有一次啊 我那個大兒子啊 就一直哭 我也不知道他哭什麼原因 然後一直低聲下去 然後哄他 甚至跟他講說 我們去買糖果 去買玩具 他也完全都不理 就一直哭 一直哭 你知道當 哭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我的理直 那個線斷斷掉 理直線都斷掉 會到一個程度 突然就斷 生氣到一直不行的時候 我就拿一個棍子 剛剛我旁邊有一個那個棍子 那不是那是掃把 我只是這樣子 抽他 抽他三次耶 可是我打完之後 我小朋友真的很驚訝 很驚嚇驚恐的看我 然後事後 我老公有跟我講說 就是 為什麼小朋友會哭的原因是 為什麼那麼生氣的原因是 因為 我懷了第二胎 忽略了他 所以他覺得 對 那時候妳在懷孕 我已經懷孕 我已經懷孕了 哨把打人 當然啊 一定要的啊 對嗎 沒在怕的他 沒在怕的 對 然後之後 那個 掃把呢 三不五時都不見 因為我每次掃地的時候 我小朋友就開始驚恐 然後我的掃把 常常都不見 不是不見就是斷掉 不然就是不見 所以像爸爸媽媽很常使用 疼痛教育的話 是不是對小孩的人格發展 未來有點想 你講給他聽 現在不講打小孩 太刺耳了 叫做 疼痛教育 因為愛的教育 吞痛教育 會打到不果啊 我自己在診所 我非常印象深刻的一個 爸爸媽媽 這個爸爸媽媽 讓我覺得 他的管教絕對是不理想的 他不是因為孩子的錯誤 就算孩子犯了同樣的錯誤 他會因為自己心情好 跟不好 來決定 發生的做 我就真的有一次 他坐在我的桌上 在玩我桌上的恐龍 爸爸就唸了他一句說 這個恐龍很髒耶 你不要 摸 不要玩 但是看得出來 爸爸心情還不錯 小孩子一邊玩說 我長大 一定要殺了你們 我長大 殺誰 殺誰 好恐怖變喔 真的 那 當時爸爸因為心情還不錯 而且我覺得爸爸 應該不是第一次聽到這句 那爸爸也覺得在我面前 應該要做點處理了 他說 他有處理的 處理這兩個字 但是這個處理 我相信 應該不是什麼太大的處理 因為當時爸爸心情還不錯 但是如果爸爸心情不好的時候 我看得出來 這個孩子 所以孩子當時已經會看 爸爸的臉色表情 所以我會說 如果孩子在小時候 你真的不分青紅 皂白的來處罰孩子的時候 甚至可能到大的時候 他會退縮 他不敢去做一些積極進取的事 是 也有另外一個是說 例如說到 我小五年級 六年級 到國中的時候 爸爸講什麼 媽媽講什麼 他就 偏偏走另外一個方向 這兩種都不好 我有一個陰影是 大家也知道我的毛病嘛 就是說 就是有人驗這方面嘛 對不對 那我也不好相處 那因為我不好相處 其實我跟我妹妹感情也不是很好 因為我小時候一直覺得 我就是一個很乖很優秀的孩子 然後我妹就是一個脫油瓶 因為我父母都要忙著雙心工作 所以我要照顧我的妹妹 姐妹常常打架吵架是難免的 但是我後來做一件事 就是有時候我妹妹惹我生氣的時候 有一次 我就想起來我媽媽說 你知道小時候有那種維他命C的 軟糖 軟糖 我們也有 但是我們吃那個小孩子吃的 維他命C 定 那因為那個很好吃 酸酸甜甜的 所以我媽媽就跟我說 那是藥 那不能吃很多 因為我都會想要一直吃 對 那你也不知道什麼水溶性 脂溶性 反正總而言之 是說那個甜的是藥 不能吃 吃多了會死 對 那一天我妹就會惹我 又在哭 又在吵 我媽媽在上班 我想說 那是藥 但是你不知道 因為你才三歲 我已經六歲了 我給你吃十顆 我這一定要 我真的不忍心 我就是 我心裡想就是 回來我就要跟我媽說 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拿出來吃 然後 我妹就吃了那個維他命C的 定 是兒童專用的 然後她吃完之後 好開心 因為維他命C 維他命超好 對 再開心 然後她就拿給我媽 還告訴我媽 我媽下班回來的時候 姐姐結果 我吃好多這個 好開心 我吃了十幾顆 我媽一聽 她把我抓起來 就水手 她拿那個儀甲 她就狂打說 你為什麼要什麼 你為什麼怎麼 我不跟你說 那是藥吃了會死 然後我這時候真的 我就突然突破重圍 站起來跟她說 我說 我真的就 我說 妳好 好阿信的孩子 對 她說我不想要再 就是當這種小媽媽了 我說妳知道 我也想要有我的生活 就是因為我已經 開始要上小學了 開始有朋友 我說我不想要這樣 我好辛苦 從此以後就 我跟我妹的感情 就更不好了 童年就是 都是被爸爸打到 打到 打因為我小時候就是很皮 雖然我是大姐 就有點像宇文一樣 就是常常都要照顧 下面兩個妹妹 可是我就很皮 我也常常不聽話頂嘴 我有時候也會說 我當媽媽好辛苦 我當小媽媽好辛苦 就是她的媽 我就這樣頂回去 然後我爸就超級不爽 因為她就覺得說我都工作 這麼辛苦工作在養你們了 所以她只要聽到我一頂嘴 她就一定把手邊 所有的武器都會拿出來用 武器 真的是武器 我有被皮帶打過 因為我真的被木棍打過 衣架 而且衣架超常的 衣架超常的 對 但是甚至有一次是 我是被她的那煙灰缸 原木的煙灰缸拿起來打 但是真的有被這樣打過 然後就常常就會打著全身上 因為我是被打 我還是會嘴硬再去頂嘴 結果他們更生氣 然後有一次中班的時候 我也是又被打 然後去學校的時候 幼稚園老師就把我上衣掀起來 為什麼 給大家看 因為他說 超過分的耶 超過分的 我不是最被換講 我是真的這樣被老師 可是老師說 以前我們那輩子這樣 你真的會這樣嗎 是真的 因為以前老師也就是打小孩 因為你不聽話就是打 學校打家裡也打 因為有個小孩把他給我天分 就被老師這樣一侮辱以後 他就整個人沒有自信 對啊 所以我那一天就是 一直都在學校哭 就這麼叛逆 然後我一度在家裡的時候 我都是想說 我能不能趕快長大 就想要逃離 想趕快結婚 可是我後來有覺得 對我有影響的是 我不喜歡跟人家起衝突 我只要有人一大聲 我就會覺得有點害怕 對 所以我都不喜歡跟人家起衝突 我都會怕怕的 或是像幼稚醫生講 就是可能很退卻 絕對很多事情都不太積極 剛才聽到了我覺得心很痛的是 不論你是被你的爸爸媽媽打 或是你在打小孩 我所聽到的全部是你在做 情緒的抒發 你不是在做教育 所以那個不叫疼痛教育 你只是在做情緒抒發 我很生氣 我的理智線一斷 就表示你已經不能 控制你的脾氣了 所以你的脾氣需要發洩 所以你就打下去了 所以你打到什麼時候 打到你爽為止 所以對孩子來說 他在想的是 我下次如何不要被打 所以那個掃法去折斷 去藏起來 而不是想我如何變乖 對 所以這對孩子來說 你沒有達到一個教育的狀況 我支持用疼痛教育 但是要記得一點 如果你打小孩 打一次 如果沒用 那你也不用打 對 你再打下去也就變成 是你在幹嘛 情緒疏解 對 所以你要怎麼打 不要那麼多武器 因為那麼多武器 對孩子來說 他不知道辨別 他會覺得隨時 你拿什麼東西都會打我 孩子會很害怕 對 你準備一個就好 像我家裡只有準備愛的小手 對孩子來說 就是讓他知道 這個東西打到身上很痛 但是我不要打在你身上 所以我會打哪裡 我會打桌子 愛的小手的好處是 他打的聲音很響 對 他打的聲音很響 很響 還是會嚇到 如果不夠大聲 我自己試過 我會打我自己的大腿 還要自己打自己大腿 你要說我也會有情緒 情緒要抒發 男人總是一股衝動 直接打大腿 孩子聽到 好可怕的聲音 然後看到爸爸腿上 就紅紅的一隻小手 對 從此我就提醒他 會不會痛 會 根本沒打到他 但他感覺到痛了 要不要被爸爸打 不要 那你不要乖乖 要 所以從此以後 那個愛的小手 只要在現場 他都乖乖的 而且我還打他是嚇他 嚇他 對 讓他自己心生警惕 我不是要去做情緒的抒發 我也不是去打你皮肉痛 然後試圖讓你變乖 而是你要自動自發的聽話 讓自己變好 那如果你真的要打小朋友的話 記得打他的手心 手心 可是他們會閃啊 這樣不會拉起來 所以你V量不要大 你只是讓他知道 因為你打屁股 他在那邊插在蛋 對 他看不到 你讓他打他的手 讓他看到了 又手要被打了 打下去 又有那個觸覺 我可以知道力道大概是多少嗎 打小朋友的力道 是在於我的嘴巴 喔 你那麼不乖喔 把他打喔 我公平講真的不乖喔 把他打你 實控你 好弱喔 好弱喔 然後再跟爸爸講錯 可是有嚇到啊 對啊 對不對 對小朋友來說一定嚇到了 了解 不過我很贊同就是 你不要用手打 其實在我們在看診的時候 我們很明確知道 這個爸爸媽媽媽 是不是用手打小孩 為什麼 因為他要抱小孩的時候 想會往後退 往後退 那你真的是很尷尬啊 因為你明明這個手 應該是愛的工具 對 卻變成有的時候是愛的工具 有的時候是懲罰的工具 對孩子來講 這樣的 這樣的愛就會變得 有點條件性 他就沒有辦法很自在地 就是看到你手張開 就往你身上來 所以我覺得有一個工具 是把它這個轉移到那個東西上 是 其實小朋友自己知道 爸爸說不可以這個意思 大概七個月以後 你跟他說 不可以 他大概就知道了 真的喔 所以 其實你在六個月 七個月八個月 他年齡慢慢知道 他知道爸爸不准你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可以告訴他說 你做這種事情是不對的 爸爸處罰你 但是處罰並不是說 這個兩歲的時候我打他手掌心 結果六個月你也打他手掌心 這個我想不一樣 但是我的建議 我會建議說 從小就要教 那你說到國小五年級 不乖才來教 其實有的時候是教不夠 所以小時候隨著不同的年齡 用不同的方法教 不同的方法做一點乘處處罰 但是年齡大了之後 反而他慢慢可以理解了之後 小時候好好控制 長大反而更容易進入狀況 了解 但是其實我知道很多媽媽 對付小孩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所以製作單位 整理一些媽媽常常看到的熱門處罰法 來 第一個是什麼 牙環牙法 就是我有一次我一個朋友 他就是用這一招 他的那個兒子去踢 那個哥哥踢弟弟 然後那個媽媽就突然之間牙起來 衝到沙發去踢他兒子 這樣痛不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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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不好嗎 他可以抄 何以文 妳那朋友是何以文是不是 我告訴何以文 聽到的我真的很常在我家 媽呀 媽呀 他可以抄愛弄這一招 你知道 真的 我都是打我自己比打小孩多 因為我真的被我老公那個壓力弄到 就是他只說 我只要一發脾氣他就說 想到你兒子會創傷 我確定你要打下去 我就趕快衝到另外的房間 打我自己 因為我說 他說 你知道你以前情緒不好 花多少錢看心理醫生嗎 你要你女兒再花你的錢去幹嘛 我就不敢打我女兒 所以我最常用的就是 以牙換牙 因為我們就是很疼女兒 所以我們給他買很多玩具 但我們也會叫他要分享 但他就是不愛分享 很奇怪就是有了妹妹以後 妹妹就玩他一歲時候的玩具 因為妹妹一歲 他四歲 對 他突然就要玩一歲的東西囉 對 他突然說他要聽小寶寶的書 突然他要看部書 我就說 你不是已經在聽美人語了 為什麼又要看他 他說我要我要 他就不分享 這時候我如果真的很生氣 我就會跟他說 我要跟你講一件事情 其實這些東西 都不算是你的 都是我的 我說你有沒有去去賺錢 他就說沒有 因為他已經四歲多 我說誰在賺錢 他說媽媽跟爸爸 我說那這個東西是誰買的 他說媽媽跟爸爸 我就開始選哪一個是我買的 我就裝一個袋子 全部裝起來說 因為是我買的 我決定要給誰 你不分享給你的妹妹 那這個東西其實本來是你不要的 你現在又說要了 我說我明天拿去 通通送給別的小朋友 我來決定 然後他就抱著我大嘴說 求求你不要 我就說不行 那我就說 你答應我 我把這些東西只要打開來 還給你的同事 你可以分享給你的妹妹 所以這招有效 沒什麼效 沒有什麼效 沒什麼效 你聽 他還是因為他現在四歲的時候 他開始有自我 因為我看到心理學說 就四歲就是他自我 剛上右上 他自我是非常強的時候 他下一次還是不會分享 對啊 他不需要分享啊 今天我不分享的狀況 玩具被媽媽收走 我玩不到 玩具還給我 我分享給妹妹 我還是玩不到啊 我們還不如直接跟他說 你看妹妹是怎麼樣的 你去跟他一起玩 或者你應該怎麼跟妹妹分享 帶著妹妹說謝謝姐姐 他可能還知道怎麼去做 你要用這種方式 讓他懂得 媽媽的用意 是要讓我跟妹妹分享 他不懂 他當下就是察覺到 我的玩具被媽媽奪走了 我要想盡辦法拿回玩具 所以你要我做什麼 我先答應再說 如果真的要用以牙還牙 掌握到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 不要做身體傷害性的 舉例來說 哥哥不小心 把妹妹從樓梯上摔下來 他不小心 然後結果呢 你說哥哥你站好 然後媽媽 還講 這太誇張了 你很幽默耶 歡迎 歡迎 這太誇張了 這太誇張了 這通常是老公 想把老婆踹下去吧 對啊 第二種就是說 我們不要講身體傷害性的 說姐姐把妹妹的籤筆折斷了 那我們把姐姐的籤筆拿走了 然後就說 因為你妹妹沒有籤筆可以用 那你也沒有籤筆可以用 這種感覺上 真的是以牙還牙 但是呢 你可能隔了半小時之後 你要去告訴她說 你現在的心裡覺得怎麼樣 你有沒有想過 妹妹的籤筆被你折斷了之後 她的心裡會有什麼樣的想法 所以 我們並不是說 真的要把她籤筆折斷 讓你沒得用 而是要讓你去感覺一下 當你去弄壞別人的籤筆的時候 別人的心裡想法 一個團體 其實以牙還牙 我認為是最沒有效的 我會覺得沒有效 因為 除了剛剛張老師 第一個他搞不清楚 第二個是 我知道 打他他會痛 我就是要他痛啊 還要你告訴我嗎 就是他惹了我 我才要打 第三個就是 如果你是那個以牙還牙的 那個施暴者 那你說你要人家 同理被你打的人 你怎麼可以打同學 人家沒有想過他會痛嗎 那他心裡面的OS 再大一點他是什麼 他想的是什麼 是我打他他會痛 那你打我的時候 對 對不對 那你也有想過我會痛嗎 所以其實這整個 無限輪迴之後 你會發現這個事情 似乎是一個無解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第一招 我很少很少用 幾乎不太用 來看看第二招 你會不會用 第二招來 那好啦 那你這麼不關 那我們今天就不吃點心好了 我就把他關在那個房間裡面 這樣子 然後我就 他就哭啊 他又一直哭 然後就一直敲門 媽媽讓我出來 這樣子我就說 我就拉著門把 不要讓他把門拉開出來 我就跟他說 因為你不乖不守規矩 而且你不誠實 所以媽媽要處罰你 那因為你已經滿三歲了 所以我要把你關三分鐘 那下一次啊 就是他自己不乖的時候 他就乖乖地把玩具拿給我 然後自己走進去房間 把門關起來 真的 對然後他就說媽媽可以計時 時間到了再讓他出來 可以計時 經過了那一次的教訓之後 就是經過那一次教訓之後 然後他就知道說他不乖了 然後他被關 其實這個剝奪權利這部分 在孩子的處罰裡面 其實是可以考慮來用的 因為有的時候我們都會把孩子 他平常應該表現良好 應該做好的事情 我們叫做他的義務 對 那你有做好 你本身應該做好的事情 你就可以做到 你可以吃點心啊 所以你看外國的影片裡面 常常就是說 你因為做了什麼事情 所以下個月的舞會 你不能去參加 他就開始哭啊 因為他就是剝奪了他額外 他想要他期待很久的事情 這個才會在這個處罰裡面 可以讓他說 那你以後如果有更好的表現 你才能夠得到 你本來就應該要拿到的一些權利 所以這個我們是可以這樣子 建議來這樣做 我家有一個冷靜區 我設置一個冷靜區 假設小朋友不乖的話 我就讓他站在那邊罰站 五分鐘 我會設定到說五分鐘 然後你再先拿掃帽 沒有 他拿掃帽 因為要找掃帽要找五分鐘 因為要找掃帽 因為要找掃帽 因為要站著 每天都走 很冷靜 很進去 但是我也開始冷靜 對 但是在五分鐘內 如果他不吵不鬧 OK可以過關 但是如果他還是哭鬧的話 繼續讓他 就是站走 把他站五分鐘 對 那有一次剛好我小 我大兒子 剛好到了睡覺時間 他不睡覺 然後好不容易已經哄上睡覺了 我也快睡著了 可是我發現我那個棉被 一直在動來動去 動我動去 我把棉被掀開了 他在裡面玩什麼 玩玩劇 對 我當時很生氣 因為我覺得你已經那麼晚了 你應該是睡覺時間 你怎麼還在玩玩劇 我就讓他罰站 就在那個冷靜區 對 然後站了大概快了二十分鐘 他大喊大叫 而且就是半夜喔 大喊大叫喔 他應該也鬧叫 然後到最後面 Sakini就氣到了 就跟他罵髒話 然後吼叫還扯牆壁 扯牆壁 過了十分鐘之後 您 您好 我是某某派出所 張景元 剛剛訂到隔壁 有人報警 請問你家發生了什麼事 我等一下因為已經接獲到 這樣子的報案 所以我等一下去你家 做一下筆錄 真的喔 真的喔 然後就覺得 好尷尬喔 而且我隔壁出 隔壁 不是 我剛好隔天要出門的時候 然後那個隔壁還問我說 妳家 展武發生什麼事 哪有 哪有哪有 怎麼會有警察 小孩子一直哭啊 一直哭啊 要有警察 需要我幫妳什麼嗎 他就是廖北亞 他還問妳家 我找妳 差不多 我告訴妳 真的應該做進去的是 撒基努才對 我還會覺得 他還嘴上去 真的 你很進去 他大一點啊 叫撒基努進去裡面滾啊 我想也是 人家喝進去 好不好 人家喝進去 因為我覺得 小辣椒訂的時間是對的 五分鐘 不是 幾歲就幾分鐘 一歲一分鐘兩歲兩分鐘 不要加碼 不要加碼 不要說你動來動去再加碼 其實沒有必要 那如果他哭鬧了 五分鐘之後還在哭鬧呢 但他已經執行了啊 他至少待在妳要他待的地方 五分鐘很短耶 他學不到教訓吧 我們不是 所以我剛剛要講第二點 第一點就是我們不是為 我們第一個時間先 時間先訂好 我們不是要讓他恐懼 我們要讓他time out 就是要讓他離開現場 然後去想一想 或者是冷靜一下 那其實在time out之前 我有個口訣叫later 就l-a-t 所以t是在中間 前面還有兩件事要做嘛 第一個是leave 就離開現場 確定我們之前約好了 你說這件事情 會被冷靜五分鐘 你了解嗎 不是不是 我說那你讓你講 為什麼不是 因為他先什麼都好 我可以了解是 另外一個人先欺負你 所以你才會提他 我知道了 我聽懂了 他欺負你這件事情 我待會去跟他談 那你提他這件事情 我們約好了對不對 那他已經聽到了你 你已經同理他了 是好 那就五分鐘吧 你就可以避免在那邊 而且其實他敘述的過程中 就可以讓他的情緒 先更快一點 因為他怒氣難消 不是我被冤枉了 明明就是誰先 或是明明這件事情 就不是我願意的 那這樣你就可以避免 他在那個三分鐘五分鐘的時候 讓你又更生氣 然後搞到暴擊這樣 time out完 一是 OK 謝謝你 遵從我們的約定 在裡面談 抱抱 然後二就是 那我們下次 我們再重新做得到嗎 還是做不到 做不到 我們可以把規則再改一改 這樣子 好 我們來看第三個 好的 增加事務法跟身體運動法 這兩個在一起啊 這個應該要五六歲才行 差不多 因為海盾現在是差不多六歲 所以像增加事務法 我是滿常用 因為前陣子他就是 在家裡玩丟球 那我剛剛說 家裡丟球很危險 你可能會砸到什麼東西 而且我就還跟他講了兩次喔 可是他就是停了一下 然後可能那個球是新的 他就很興奮 他會想再去丟 然後果然 他真的把我一個 非常非常非常心愛的花瓶 哎呀 那個花瓶我特別生氣 因為那是我朋友 特地從澳洲 手提回來給我 所以這個就是貌費 對 我那個時候 當場就是非常的生氣 可是我就想說我不能 因為他大了 我也不能打他或是什麼 而且打他也沒有用嘛 那我就跟他說 你先把那個花瓶的碎片剪起來 不過那個花瓶還好 不是說那種會很碎的那種 大片的 而且他也大了 他知道要怎麼去處理 然後剪好之後呢 我就跟他說 可是媽媽還是很生氣 因為我已經跟你講了兩遍對不對 然後他說對 那我說那我現在希望 你可以再多做一點事情 你可不可以幫我去洗碗 因為平常他洗碗可能是 他收他自己的碗 然後可能他會稍微衝一下 他自己的 那我說你今天要洗全家人的喔 然後他就在那邊弄 然後在那個時候我覺得 我心情也好一點 然後他也覺得說他要去反省 我在事後跟他說 所以以後是不是不可以在家裡踢球 他說對 他知道了 就是 可是你的方法 都不能用在艾瑞斯身上 他平常都不給我加溪 他平常都不給我加溪 他就拿在做啊 所以我們沒笑了嗎 不要這樣這樣 我沒有遇過這種 因為平時我家的碗就是孩子在洗的啊 所以真的沒笑就這樣 沒有啦 像我自己是 就是我會處罰小朋友的方式是 我們家也是要冷進去 可是我不是請他去站著 我會請他在那邊就是原地慢跑 這樣子 因為你知道我覺得小朋友就是 一定要消耗體力 因為你們不是像一般啊 就是那個精力很充沛的人啊 你在跟他講什麼他聽不進去 可是當我們轟轟沉沉很累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人家說什麼 你就說好 都會很順從這樣子有沒有 然後有一次呢 我就是帶小朋友回娘家的時候 然後我兒子也在那裡 就是不乖調皮搗蛋的 然後所以我就叫他去那個 那個冷靜區去跑 跑慢跑這樣子跑十分鐘 然後可是那一次呢 因為子子也在 然後又剛好吃飯時間在看電視 所以我兒子就在那邊邊嬉鬧邊跑啊 那我就覺得 欸你根本就沒有在那邊 就是認真的冷靜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又拿了一個紙箱叫他頂著 可是我沒有加水啦 紙箱 對然後我就拿著叫他就是頂著 然後就是這樣跑 然後結果我爸媽一回來就看 哎呦是哭哭的孩子 然後就說不行這樣 你說拿著紙箱跑 你這樣會害他變矮什麼的 然後就是很驚慌高八度這樣 然後我就說也還好吧 因為我就覺得只是讓他消耗一下體力啊 體力啊 對啊就是我覺得這個方式 讓他可以稍微就是冷靜 然後又可以消耗體力 然後跑完之後又可以很累 然後就直接可以很聽我的話 不是很好嗎 在這個部分其實我們要特別注意的是 孩子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這屬於一種體能上的一種處罰啦 那不要過度 過度你可能就變成所謂的 所以當孩子真的在跟你 他一開始接受處罰 好你加一點東西給他 他累的時候 真的累的時候 在哭在鬧的時候 你要特別小心 要特別注意 他是不是真的體能上不能附和了 而你又要求 有時候媽媽覺得 如果你又在氣頭上 你就會更甚至沒有辦法去觀察他的變化 你會要求 你再給我哭再給我鬧 好那拿兩個紙箱好了 然後又變得更重 那可能對孩子是一種傷害 然後另外一個是 譬如說做家事這件事情 本來孩子就要做家事啦 對 那你不要拿孩子本來在做的事情 拿來又做成一個處罰 譬如說運動好了 你不要把搞到最後是孩子認為 只要是運動 它就是屬於處罰 甚至有些孩子會說 喔做家事是處罰 所以媽媽好辛苦喔 媽媽每天都在做家事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把原來他該做的事情 多加一些像剛才的 你就要幫忙洗全家的碗 我覺得這個方法倒是蠻不錯的 那如果像我自己的狀況 如果說譬如像我小時候 我從小就胖胖的 那我也戴上我的小孩 會遺傳到我這樣 那如果就是那種跑步的方法 這樣是不是一驚二驚 其實最有名的說 運動順便處罰的就是 對 你的鞋子沒有擦乾淨 腹地挺身20下 然後呢你的帽子沒有戴正 然後跑超長跑兩圈 這其實我們雖然是說想要處罰他 但是順便是鍛鍊他的體能 但是多注意的事情就是 我們講的就是要合理 然後呢 而且要符合他的體力 你不要跟我說跑一百圈 跑到太陽下山以前 還不能停 這樣就不行 然後呢 你也不需要刻意告訴他說 媽媽是順便要為了你減肥 對 我就覺得要不要跟他講目的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現在是處罰 那你就 就是處罰他 你不會說 讓你以後身體強健啊 這個我想 心裡知道就好了 不需要讓孩子搞不清楚說 希望我減肥還是希望我受到處罰 所以我覺得知道就好 不需要特別講 了解 來看看第五個是什麼 第五 心裡的麻煩 像我家的大寶跟二寶 以前他們就是上國小的時候 剛開始的時候 他們就是對那種 營養午餐回來的餐具 我就是想要訓練他們自己洗 可是他們老是都忘記 因為回來就是書包丟著就開始玩了 對 那我就會覺得很煩 我怎麼講也講不聽 然後每天半夜 就已經累得半死 然後我最後還要去檢查一下 他們就是東西嘛 就發現 那個餐具用過的 還在書包沒拿出來洗 結果後來就有一天我就真的不幫他洗 而且我還特地打電話給老師說 千萬不要讓他們 用乾脆的餐具 就用原來的 所以他們到學校也不能自己洗 看到也不能 酸掉盤子酸了 我就是要 這時候我才用心理懲罰法 我就是要他們用臭掉的 你知道我們家大寶二寶都是女神 如果你隔壁的朋友看到你 你的餐具怎麼沒有洗 他們就會覺得很丟臉 像我家大寶就是這樣 他當天中午就一直在哭 然後二寶是他乾脆不吃了 然後那一天 我家小孩兩個人一回家 實際就先去洗餐具 之後我就再也不用擔心 就是他們沒有洗餐具問題 我就覺得說 這個就是非常時期 要用非常手段 我都打也罵過了 講也講那麼多遍了 而且我最近還有看到國外 有一個爸爸非常有趣 他是理髮師 然後他教訓他小孩的方式是 幫他小孩剃一個超級 成熟的地中海頭 你是很成熟 不是 你是讓一個小孩的頭髮 就這麼茂密 然後你給他剃一個地中海型的頭 你知道他去學校 聖宗地中 對 就是光頭 對 就是光頭 可是這樣我覺得是外表不平 但是他的小孩 就此就有聽話 學業成績還進步 非常時期又非常手段 他爸爸就理髮師也沒辦法 單據我覺得 我先約好 就是媽媽講最後一次 如果明天你們還是忘記洗餐具 我就會讓你帶髒的去 你只要留過這一句話 你也不用念太多次 約定好的 打開的時候他就知道 慘了 我自己做錯了 他回來也不會再想 但是如果你沒有講 其實我覺得會讓他措手不及 除了剛才所說的 不要帶情緒以外 你要做最後的善後 因為你是罰到心裡的 很多時候我們的處罰 是根據當下 孩子你不關 所以我要處罰你 所以剛才黃醫師一直強調 那個重點很重要 要先跟孩子講好 所以如果說今天孩子 發生了一個突發狀況 你今天真的 之前我沒有去把它定義過 那這時候你該怎麼辦 你這時候必須要先把它 帶來現場 對 第一個 然後你到旁邊去 你要怎麼處理 那是你的事情 但我們不傷害 不傷害孩子 長得有點哽咽了 所以 這時候處理人就是 離心 所以對孩子來說 我們要顧到 不是為了要處罰你心裡 所以我就想盡辦法 讓你難過 對 而是我要顧到你的心裡 引導你的心裡 讓你知道以後 我不要犯這個錯 是 我最需要好大的智慧 對 這是整個觀念的改變 就是說 我們都是在恐懼的 教育 教養方法長大 所以我們認為處罰 就是讓你怕 對 但其實今天張老師講的 這個是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處罰不是要讓你怕 愛裡面不應該要懼怕 我們只是希望 他能夠 助長他該付的這位 這是研究可以告訴我們的 之前有一個研究 就是一群小朋友 我前面放一個玩具 跟他說 誰敢碰 待會我會離開 回來的時候誰敢碰那個玩具 我打斷他的狗腿 用恐嚇的方式 當天有效 沒有人敢碰 過了六個禮拜以後 再回到同樣的場景 這個時候那個恐嚇的人不在 幾乎所有小朋友 都可以給他摸一遍 但是 第一 同樣的場景 那個老師不是用恐嚇的方式 他說這個東西 這個玩具 是要送給一個正在生病的孩子 所以我們要保存很好 不要碰 讓他能夠得到一個完整好的禮物 對 當天的確大家都聽話 六週後 這個老師不在 還是有百分之七十的孩子 記得這個玩具是要送人的 他們不會去碰 所以恐嚇 恐懼的教養只有短效 你就要不斷不斷的使用 對 但是如果你能夠 像張老師講 告訴他這個原因 我們約定好了 就約定一成立 有百分之七十的孩子會首約 對 我不想要體罰 然後所以我會用這種 像小手貼 只是貼在牆壁上 然後他很歡 然後你問他說 你在哭什麼 然後你知不知道 你剛剛怎麼樣 他完全就是沒有辦法靜下來 他就只會哭 然後就會在那邊很情緒化 所以我會跟他說 那你先去旁邊 然後你手貼上去 就是左手右手 然後讓他先冷靜個一兩分鐘 然後說 好那你知不知道 可是大了以後 我覺得這招好像沒有用 因為他可能會覺得說 就是媽媽好像不瞭解 他叫他去旁邊 所以我又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因為我常烤麵包 對 然後呢 這招對我自己還蠻好笑的 因為譬如說 心情很煩躁啊 什麼老公生氣啊 小孩惹生氣啊什麼的 那我就會摔麵團 因為這個麵團是需要打的 摔打 我示範一下 就是你要這樣摔 精細打出來 對 這樣摔下來折一下 這個做麵包 如果你沒有麵包 你就是要這樣 你可以做麵團可以滾 這樣他就不用打自己 對 可以試一下他的力道 打完還可以烤麵包 還可以吃麵包 還可以吃麵包 多療癒啊 對 是不是一條龍 所以你是要讓他先發現他的情緒 對 是需要力氣的 手腕可能會下不上 之後會那個 就是會出筋 讓麵包喝的嗎 對 那基本上 因為我就覺得 他冷靜不下來的時候 我會希望他跟我一起來烤麵包 然後摔一摔之後 他好像情緒OK了 就出氣在那上面 我說其實做麵團要用愛喔 做麵包愛才會好吃喔 然後我就跟他順便聊聊說 好 那你剛剛會生什麼氣 對 你會跟我講 然後你為什麼剛剛這樣子 你為什麼沒有辦法用說的呢 以後可不可以用說的 然後我們在一起吃麵包 這個很好 對 而且其實這有一個時間的過程 也要讓他冷靜 然後好好想想 剛剛對還是不對這樣 對 那你過程中你都沒有動氣 因為我在摔我也發現了 那天他半夜都在摔 你是不是知道 五寶媽咧 五個小孩你怎麼對付他 我小朋友很喜歡玩一個保齡球 保齡球瓶 玩具有沒有 他們喜歡球推過去 然後就是全倒很開心對不對 我就叫他們大吵大鬧 所以我說來 你們把瑜伽墊鋪開 然後去擺好 不要的瓶瓶罐罐 我說你們滾過去把他打 擊倒 他原來是自己是保齡球 對 把自己當球滾過去 這很可愛 把他擊倒 然後他就會比較冷靜下來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就是身體 身體有承受到一點 不知道是運動 還是一點感受 對 真的 真的 妹妹一直滾一滾 然後過去要飛梯姐姐一個 然後接下來就換姊姊 因為姊姊那時候還在生氣喔 你看她還在生氣 好可愛喔 然後姊姊 姊姊她因為沒有辦法像妹妹那樣 可是你看她最後滾一滾她開心耶 她原本在生氣 她原本在生氣 真的滿好笑的 對 因為是吵架 原本他們兩個是吵架的喔 但是就透過遊戲有冷靜下來 然後我們接著又更冷靜了 因為他們都冷靜 我們就有辦法好好溝通 我知道妳這idea哪裡來 床頭草床尾盒對不對 我當初有這麼想耶 想不到你 這就是為什麼會有五個小孩 原來如此 對啊 不錯不錯 這教練很棒 對啊 可是像我們家只有一個孩子嘛 就比較沒有辦法滾保齡球 那像我姊姊常在娘家的時候 就跟我姊姊吵架 搶玩具什麼的 然後我就會請他們兩個坐下來 互相畫對方生氣的臉 唉唷 因為我覺得就是小朋友 像那個 如果是當時是我兒子一個人在生氣的話 我就叫他去鏡子前面畫他自己的 對 因為 因為其實當下在吵架的時候啊 你要幫誰都不對嘛 那我就請他們坐下來 然後你先畫對方的臉 那你可以 一是可以冷靜 因為你開始畫畫的時候 然後看到對方 一開始還要把你畫很醜什麼的 然後後來默默就越畫 覺得越好笑 對 他們會互相笑出來 然後第二是 你在畫對方的臉的時候 你會發現 其實在生氣的時候 你的臉是猙獰的 其實是真的很不好看 對 而且你看 這個真的是那個有沒有 對 烈紫絲 他其實你知道 他一開始畫的時候 他在生氣 所以他畫了他的牙齒 什麼都自己張來胡蝶的 然後他也畫了一個 他自己在旁邊 後來他就畫了這個 我說是什麼 他就在那裡笑 他說他放了一個 好可愛喔 像這樣你就是一開始 本來在講的時候 還在很生氣 可是後來慢慢的冷靜下來了 然後會笑了 那我再來解決 他們前面的問題 說你可以告訴我 你們剛剛為什麼會吵架 對 然後他們就會告訴我 然後好了之後 解決 這個時候再來解決 他們之前的問題 就不會覺得 我聽不下去 你媽媽怎麼幫他 或是怎麼樣 放欸 然後久了 他們也會覺得 生氣的臉不好看 不過這些方法 都算是還不錯的方法 對不對 張老師 這些方法我都很喜歡 海豚媽那種屬於體力 它其實就是一個 身體運動法的一個延伸嘛 去做一個發洩嘛 去做一個發洩嘛 所以以後我們知道 只要看到 我跟媽的直播 她在酸麵盤 就知道家裡發洩 然後 然後 吳寶媽的 她的遊戲選擇得很好 我們古話說 君子無所爭 必也涉乎 你要爭就來比賽吧 所以孩子你們吵架 沒關係你們吵 不行 來 我們來比賽 所以她用一個保齡球的方式 本來一開始比賽 我要贏你 我要贏你 可是越滾越開心 然後彼此又開始變成合作 彼此加油 所以孩子的關係會更好 然後艾瑞絲的方法 就要孩子去描繪對方的臉 把那個3D立體的 變成平面的 她在這時候很認真地去觀察 別人的表情 其實她真的學到的是 我的一個同理心知道 你現在的情緒是什麼 所以這個方法也很好 然後把它留下來 她以後留自己的 別人畫她的 原來我生氣是這個樣子 那我以後要做一些改變 但是其實我媽媽最想聽到 就是專家你們最推薦的 處防方法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都在想的是 孩子做不好就處罰 我為什麼不能來做預防 孩子你有沒有辦法 不要不要去做不好的事情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但這個要怎麼做 從處罰 第一次處罰開始 所以就像剛才那個方式 我讓孩子知道 我也有情緒的 我會跟孩子說 我也會生氣 對 但我生氣 第一個我有情緒 第二個是因為你做不好 所以你以後要不要做好 然後爸爸要怎麼幫你變好 我再一直重複他的結果 以後我只要一個聲音 他就知道了 爸爸要生氣了 好 暫時穩定下來了 但之後很重要的是要跟孩子說 剛才爸爸為什麼咳嗽兩聲 有可能 會有可能 真的會有可能 因為有時候我會故意 還是會覺得很好玩 所以他跟我相處不會有壓力 不是 他永遠等 爸爸你要不要咳嗽兩聲 對啊 有一天你鎮感冒 然後一直咳 然後 全叫他一直咳 要不要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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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改規則 那時候改規則 爸爸會拍手兩下 對 所以讓孩子知道 我就像黃醫師也說的一樣 我訂定好規則了 然後我也會先提示你 我要準備生氣了 好 那你真的做不到 那我就要處罰 我的孩子比較偏向那個 剝奪權利這部分 但是我都會強調說 今天的事情 就今天就告訴他 你不要隔了兩天 才告訴他說 兩天前你做了什麼 所以我現在要處罰你 然後當時講的時候 還要講清楚說 你錯在哪裡 不要讓他覺得 我莫名其妙就被爸爸 這個剝奪了什麼樣的權利 實際上是因為你當時 過馬路的時候沒有左右看 放開爸爸的手 所以爸爸要剝奪你什麼樣的權利 就是要講清楚 而且當天處理 當天結束 別把處罰當做 你跟孩子對立這件事情 這中間的一個障礙 應該是規則定在那邊 爸爸媽媽跟你 我們一起來 避免這個處罰的事情發生 這個定好了 一起 定好我跟你一起 如果我們做不到 那下次我會提醒你 反正我們一起能夠避開 這個不管是胎帽 或者是剝奪或什麼 那孩子就會覺得 最後也達到你的目的 就是他不要再做那些 不怪的事情 是的 而且我們今天講了那麼多處罰方 我不是叫大家怎麼處罰 所以我覺得黃醫師說得很對 對 謝謝大家 謝謝 記得是我們媽媽好 真的 大家拜拜 拜拜 玩事情像我們大人 現在很喜歡玩一些直播的東西 跟大家互動 我發現小朋友好像還滿喜歡這些東西 像有些小朋友很喜歡當那個YouTuber的小主播 可是好像這個東西會引起一些些的 比較不好的事情 是不是 因為現在你可以看到我們社群軟體 基本上它不讓年紀太小的 自己擁有這個社群的帳號 主要是會有一些風險 比如說他可能會遇到網路詐騙 比如說他有可能 現在留下來的影像 他未來他不想面對 但是就永遠留在那邊 被人家Copy好幾次 長大以後 他整個這一輩子的形象 都被定格在那個小時候 不喜歡被人家看到的樣子 所以其實他既然年紀還小 我們還是盡量不要讓他曝露在 這麼一個廣大開放的網路空間裡 那如果說今天這個孩子已經想好了 那他的這個年齡也已經到了 他已經可以自己開 比如說十幾歲 他已經可以自己開一個平台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問 那你想當YouTuber 那你的想法是什麼 之前有一個YouTuber 不是後來整個關掉嗎 他說他這麼十年來 他每天只期待別人的掌聲 他從來沒有獨處的能力 所以這個後來他就憂鬱症 所以他才決定要關起來 所以我要重新面對我自己 所以你看一個孩子 他還沒成熟之前 他還曝露在危險當中 成熟之後他開始 那個沒有辦法面對自己 所以還不如 如果你的孩子再要當YouTuber 至少你要很認真地 跟他討論過一段時間 確定他的心智已經成熟了 而且有真正實際的目標 不只是靠外表 那我想這才有可能 成為一個正向的一個方式 謝謝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Jet 好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